你憑什麼當藝人 這很傷人 看到他就好想請他用台語講一遍 你憑什麼 再給評 好有感覺 好有感覺 怎麼說 當時我看到 看到那個留言的時候 像這種留言 就是結婚 就是連結婚他們都要管 這個真的是 吃飽太飯餓 對 為什麼大家都結婚呢 妳還不結 對 為什麼呢 也是 自己去自駕遊 一定是因為過年 沒去他家吧 他家是誰家 好可憐 就是我覺得很奇怪 大哥 藝人要紅不紅 作品要火不活 肉奶的作品 還比較多 又不成功 直接勇敢地公開結婚 妳都叫老公了不是嗎 真期待看到妳退出 發這一些 不是就是叫那些病 趕快來追妳嗎 有男朋友 還發這一些 還要怎麼妳去發單車證明 對 可以 妳只是留言而已 是不是留言 妳有一點再情緒 是妳發了是不是 看力鏡耶 其實我當時 我之前有收到這種的時候 我有一次是真的滿崩潰的 因為剛好遇到媽媽過世 然後媽媽過世之後沒多久 我就跟男朋友分手了 然後跟男朋友分手的時候 我又演壞人壞人 壞人那時候大家排山倒海 一直罵我 那批文裡面說什麼 什麼去他家是指誰家 我也不知道他哪裡的幻想 就是可能他們一直 還以為我跟男友在一起 可是其實我們分手了 然後後來呢 製作單位還有 就是特地把我叫過去說 我們可能要改變一下演法 要不然妳就是會被轉台 然後我們收視率就不好 然後就覺得說 討厭妳 討厭到想轉台 妳要演到讓人家覺得不想轉台 然後再加上就是 工作上面這樣一連串 然後又收到這個 我大崩潰 我直接在那個錄影前 我說等我一下 我沒有辦法 我去廁所就一直掉淚 因為那個重擊是連續 我都還沒走出媽媽的情傷 不 媽媽的那一種 媽媽的情傷 這故事不怕在哪裡 媽媽難過 等一下 兩件事 媽媽故事加上妳自己的情傷 簡稱媽媽的情傷 好簡潔 對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說 我就是有回應網友 我說對不起 就每一篇留言 我都 我就寫說對不起 就是我回 為什麼要回 那妳不是跟鹽巴一樣 真的夠鹹 就是那時候就是 這個也有 不是 反正就是那時候就是整個 失去理性了 然後我的經紀人看到了 他就跟我講一句話說 妳為什麼要難過 付錢給妳 就是妳是來工作的 可是付薪水給妳的 又不是這些人 對啊 然後妳是做別人的工作 妳再做好妳的事情 妳又有什麼錯嗎 為什麼妳要對不起 對啊 對 沒什麼好道歉 然後我又看到 我其實有很多留言 也是都是鼓勵我的人 然後我就覺得如果 如果我在兩百個留言裡面 我在意那麼一個留言的話 我是不是就是辜負了 真的喜歡我 愛我的人 然後陪伴在我身邊 我們生命有限 把我們的生命拿來 對待愛我們的人 都尚且不夠了 妳來分心去那些 有惡意的人 對啊 可是因為做這個工作 不得不說 我覺得我從做這個工作開始 我就是不知不覺 會對自己的要求越來越高 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真的更努力 所以就覺得會 會催毛求疵 是沒有錯 但是你沒有辦法 讓每一個人都滿意 而且有些人他是這樣 他是想要 他愛妳的 然後妳得不到妳的關注 所以他故意用一些 罵妳的方式 讓妳吸引注意 然後去回他留言 就跟小時候 我們去仙女生的裙子一樣 是 我們其實沒有想看 不一定 有時候會 你們 真的有碰過 他就這樣子罵我 然後我忍不住 我真的回他了 回了他以後 他就回我說 原來要這樣罵你 你才會回我 你就是犯賤 對 是 真的 我後來也有 我也有做出很驚人之舉 我就直接回他說 對 我就是不想活了 怎麼樣 不然我現在去死 妳要不要一起去死 不是 家瑋 妳太走心了 真的 這出戲可以用台語再演一次嗎 台語 是 我就是 對 我就是不知道 我為什麼要來這個世界 妳告訴我 什麼 我媽媽要給我生氣 我是有辦法的 天空要不要 要讓我來這個世界 我喜歡到妳 我 掌聲鼓勵 她臉紅 她臉紅搏得出來 妳走心了 她抱緊走心了 我告訴你 就像我們氣性 妳好適合講台語 好適合 妳超適合的 她整個人紅掉了 對 樹葉有裝工 妳看 我到現在還在收到這些的時候 我真的是覺得 妳就告訴我 現在妳演八點檔 這種情節的時候 妳就想起這種情緒 妳就把它發怒出來 對 這可以幫助妳的演技 我再說 真的也是謝謝他們 對 真的 我幫助我思考 我幫助我有情緒 而且我覺得留她演的酸民 斷數很高 因為她留的好像是 她的閨蜜 還是認識她的人 對 什麼 妳還叫她老公不是嗎 怎麼樣 妳不承認什麼 然後很多人看來就會想說 妳是知道內情的 妳是她的朋友看不少嗎 他們會相信關注她 很多人就會相信說 有掛嗎 什麼 會相信那個人講的 然後我們就會百口莫辯 來了 我來了 只會露奶 像檳榔稀釋 怎麼敢出門 而且這個有嚴重的職業歧視 那檳榔稀釋為什麼就不能出門 對啊 那時候也是演壞人這樣子 反正就搶人家老公 然後 這篇留言是每次新聞都是奶 對 妳很愛在妳的奶上做文章 難怪吸引到的男的 只會把妳當女傭或是 其實那時候還真的是 我看到這個也是蠻 覺得很無辜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是要把工作做好 而且有時候我還有遇過就是 可能那個活動我穿的不是那麼的露 然後後來就被檢討說 長官覺得我穿的不好看 都沒有 就包緊緊這樣子 所以後來他們也會要求說 我可能就是要穿的有一看頭一點 如果別人不露 我不露不然誰要露 對 然後所以我後來就是一些新聞上面 都是可能 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新聞工作者他們也有他們的 有苦難言 他們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比較聳動的標題去看這一則新聞 讓他們有壓力 所以我覺得我也不會去跟記者說 妳可不可以不要幫我打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要打什麼啊 然後所以我的新聞就大部分 都是新三色比較多 然後再加上那一陣子 就是都搶別人老公啊什麼的 所以他們就罵我這樣子 有一個特別長的這一個就是 我就打了一個 對不起我會檢討這樣子 妳幹嘛跟那種事 對 但有時候 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有時候 妳檢討什麼 我檢討就會 那時候就覺得說 對我可能就真的就是實力不夠好 我就真的要再加緊自己的腳步 要努力一點 拿自己的實力 她又不是妳的老師 又不是妳家人 妳幹嘛要對她負責呢 對啊妳檢討什麼 檢討的是覺得說 既然有人這樣講 那就代表我演得不夠好 那妳也真的是 妳算是好欺負的那一種 關於露奶這件事情 會有這種流言的 一定都是女生 男生一般不會流這種眼 因為男生就想看這個 沒露奶她也不會看 那如果有人在說 妳怎麼會露奶 那妳就神回 世界上只有小紅帽不會露奶 因為她奶奶被吃掉了 講她的英俊 講她 講她的英俊 因為我就是看到大家的例子 我覺得她們都是很多 很多小留言 就是那會更讓人家傷心